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今天新闻一开始依然要带您来了解的就是原住民族的用路权 屏东有部分原乡地区的农路断断续续 公所没有钱修路 居民还必须掏腰包来修路 就怕农作物没有办法送出去 没有办法赚钱 居民抱怨政府不重视原住民族的生存权 这个我们会跟农委会 我跟陈主委也讨论过 我想我们会合作 10月15日立法院总质询行政院原民会预算 立委发现原民会没有编列农路修缮的预算 不过原民会强调农路预算本来就是农委会的权责 只是原民会当初因为打通原乡道路的计划 有三年农路补助计划 而这项计划今年底就要到期了 行政院原民会主委强调会跟农委会沟通 不过农民还是很担心 中央会不关心原乡的农路 因为经费有限铺水泥的道路就有限 农民为了抢救农作物只能自掏腰包修道路 但是有些部落农路却是完全找不到 农民只能靠着双手接驳农作物的情形 更是每个部落农地常见的情景 听到行政院原民会102年预算没有编列原乡农路修缮 不免抱怨 只说政府官员应该到部落亲自走一趟 他们要运送农作物是多么的辛苦 部落农路已遇到好雨台风就不堪使用 还有更多的农户是完全没有农路可以行驶 得自行开路到农田 让靠山吃山的农民也都很担忧农路无法修缮通行 市值乡还有山地门相公所也都表示 部落农路修缮还有新建是必须的 明年度也将编列农路规划预算 向原民会或是农委会申请 记者RI哥斯的屏东山地门采访报道 屏东县议会补选议长日前风波不断 在选举期间还演出口角还有丢水杯的冲突 终于在冲突当中选出来的议长获得内政部的承认 今天上午正式的在议会举行了交接典礼 内政部的参事刘文氏还特别前往屏东尖郊 那么风雨过后 这位内政部来的代表还忍不住高歌一曲 说这是地方自治的典范 内政部参事刘文氏高歌一曲用心 为屏东县一展宣誓交接和平落幕 大战是地方自治发展的典范 来参与这个盛会建设这段议席 当然其实我要向刘副议长表达最高的敬意 今天在这么重要的时刻 他能够做出一个关键的决定 选择出席今天的会议来完成他的法定任务 这样的政治格局这样的亚量 决定是我们决定的决定 屏东县议会因议长会选案 市民议员遭到解职 在经过将近一个多月的议长补选之争 甚至议员水杯相向 两派冲突不断 甚至两度的投票 这个争议终于在内政部承认 黄国安当选有效而落幕 也办理了宣誓交接仪式 原住民级的议员也对新议长充满了期待 哪一个能够为原住民 这个努力的协助的 我们就要支持 因此这一次我们很希望 我们黄议长当选之后 能够尊重我们原住民的各项事务 能够带动我们原住民的人心 让大家能够比过去过得更好 所有的我们的议题 我们也希望能够被县服所能够接受 在议长宣誓交接里程后 议长黄国安再度与副议长流水 副过手拍照 并对于补选过程风风雨雨 双方也不愿再多做表示 屏东县议会补选议长 两度补选的程序是否合法 内政部以议指公文 要单选人依法定程序宣誓就职 屏东县议会补选议长之职 也终于在议长宣誓就职后 划下了休止符 记者RI哥斯的 评论县议会采访报道 好 继续镜头要带你来到新北市议会 我看到这个报告我非常的难过 真的 从你的报告里面 因为你没有专办人员 因为你没有一个科 所以呢 拿出新北市政府各机关业务报告 新北市议员一将拔路的针对 新北市原住民及新住民国中小的 教育问题 对新北市教育局局长进行质询 目前新北市的国中小总人口数 原住民有六千多人 新住民则约有八千多人 虽然只有两千多人的差距 但在各业务机关报告上却差很大 议员认为教育局不重视原住民族教育 原住民的书面报告里面呢 你只能用八行字来描述 你在办什么原住民的交易 八行字 要买多个字 但是呢 因为新住民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科来去处理 所以呢 你用两页半的 在你二十多页里面的两页半的业务里面做一个报告 由于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目前的组织编制 设有九个科与六个市 其中有特别为新住民设置了新住民文教辅导科 反过原住民却没有任何一个专责的部门处理原住民国中小教育的相关业务 新北市议员认为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在人力职责分配上 并未照顾到原住民族群的教育 原住民有没有 原住民的部分在教育局的部分是没有专责的这样科 不过 没有专责的科 但是 他有没有专责的人员 专责的人员倒是没有 专责的人员是在我们的各科里面 各科里面 他是专办的吗 对倒没有特别专办 也是兼办嘛 对兼办 另外新北市议员杨春梅则针对新北市心 店西州阿美族生活文化园区都市计划变更案的土地合法性 向新北市政府原名局沉香局提出疑问 西州阿美园区已经合法性取得这个土地 可以盖原住民生活专用区 他没有取得 但是他的土地的使用上面已经专门可以让他去使用 那就可以让原住民 怎么让原住民去提供使用 因为他是国有土地 那个是后面我西部要问的问题 至于原区土地化设与所有权使用权以及涉及水利法河川地等相关使用的限制问题 水利局与城乡局表示已经解决 原区使用以管理之规范 规划是否已经完全符合水利法的相关规定 新北市政府从2009年2月就成立了西州园区专案推动小组 一直到今年的6月1号 内政部终于核定了这里的都市计划变更 这代表市政府能够开始进行物色的设计规划以及建设工作 虽然土地问题已经解决 大河市能够搬迁入住 新北市政府还是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表 接着当日五六新北市议会采访报道 除了新北市 桃园县其实也是都市原住民族的移民人口最多在西部的一个县份 但是桃园大西坎金部落周边现在也传出辐射外形 因为有环保团体指出疑似是因为原能会的核研所排放废水到大汉溪里面污染了环境 这让常年在大汉溪周边种菜抓鱼的阿美族人感到很恐慌 都市原住民族人移民到都市打拼 买不起房子在河边盖房子 没有想到大汉溪竟然传出有辐射污染 今天当地的阿美族人公开对外募集矿泉水 因为已经不敢再喝大汉溪的水 就在18号有学者揭发大汉溪的辐射污染问题之后 坎金部落居民在19号立即召开会议 议论纷纷讨论在地辐射污染的严重性 也说明这30年来周边环境及就地用水的差异性 就有地方居民曾经进入过现在的核研所公有财产地 表示大约在30年前是可以抓鱼可以种菜的 但就在民国70年初政府单位表示要施工 就以铁梨为主 不但禁止民众进入 还发现草地已经呈现死急的情况 就连居民饮用的地下水的味道都变样了 刚建把水沟建起来的时候 他把东西回田 没有看到了就回田了回田东西 然后现在菜跟草就是长不出来 鱼也没有啦 菜也长不出来啦 然后草皮啊 所有都是光兔兔的 如果说再去看的话 你们实际去看的话 完全都看得到 这就是一无所有就对了啦 味道不一样 你打开的话 那个味道一闻的话好像有铁的味道 还是荣耀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啦 颜色呢 对 黄色 也有黄黄的 水稿里面都是黄黄的 部落居民担忧长期使用地下水及大汗吸水 会因为辐射污染而导致身体病变 或致癌几率高 也希望对外募集矿泉水 在相关单位尚未前来做全面监测以前 暂时提供给当地住户安全饮水用 会啦 还是会担心啦 毕竟都要用到 如果是说辐射的话对身体真的是有大伤害 对啊 就这么多老人教育小孩子 对啊 会担心啦 像这种的小朋友怎么办呢 我现在来讲在网路上已经在FB里面就是去募许多 坎金部落发言人阿固也向政府喊话 希望能尽早为坎金部落引进资来水 才能有效解决饮水的问题 强调则其还会前往相关单位表达要求 为居民进行健康检查确保健康的问题 记者阿布斯巴扎克桃园大西采访报道 不过行政原子能委员会设置在桃园大西的河岩所在今天做出回应 表示过去不断针对这个地区进行的检验测得的报告 都是一切正常 要居民不用过度担心 就在河岩研究所公有财产地内的大水沟里 发现到有疑似大田树还有两只青蛙的尸体 加上如此浑浊的水流及充满油渍的杂草田 还有浓浓的一片臭味 过去地方居民曾有看过政府单位在这块土地进行大量填土 但只知道政府要施工 并不清楚土壤里隐藏着什么 接着就已经铁梨围住 不让民众进入 如今就成为一片疑似无人管理的地带 也让坎津部落居民疑惑 土地的用处到底为何 核能研究所表示在这大约两甲的土地内都有持续进行环境辐射监测 担忧核岩所辐射外泄并扩散 就将区域控管 避免民众进入造成危险 核岩所也表示在环境监测区域内的沟曲内发现到有动物尸体 这无法与辐射污染划上直接关系 同时核岩所也强调 每一季都会在周边进行环境监测 而安全无误的数据也都会公布在原能会的网站 可提供民众浏览 每一次做完这以后 我们都会送到那个会里面去 送到原能会 那原能会就会在原能会的这个辐射真正通行的网站会公布了 所以应该是大家可以放心 核岩所也呼吁地方居民避免在没有确切的数据下 就断言辐射污染 以免造成恐慌 尽管核岩所表示地方上的环境辐射值都在安全范围内 也否认有任何废水排放的情况 不过地方居民表示原能会求援兼裁判自己测量说自己安全 很难有说服力更难让居民踩信 反倒更加深对这块看似无人管理 但又禁止民众进入的土地下 究竟隐藏着什么不能说的秘密 记者阿布斯巴扎桃源大西采访报导 台电也是把核废料放在蓝宇 在过去这段时间也不断的传出疑似有辐射外泄的情况 许多媒体都不断的讨论 不过就是因为台电把核废料放在蓝宇 所以提出了回馈金 但是这些钱要怎么用 要如何之用 何时之用 却都还必须要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都同意 原本预计8月就要开始申请的辅导转业金额 拖到10月下旬 要到这个月的22号才可以请领 现在蓝宇的居民火气来了 蓝宇乡居民关心的101年台电辅导就业转业金 经蓝宇乡代表会宩议通过后 原本预定在今年8月1号开始受理 101年台电辅导就业转业金申请 预计10月1号发放 不过10月都快要结束了 蓝宇乡公所却辞职为公告受理 让蓝宇居民感觉被欺骗 蓝宇居民表示年关将近 很多人期待辅导金能够尽快的执行 让蓝宇居民可以过好年 对执行时间拖延蓝宇乡长感到抱歉外 也表示因为中央圆明会看台东县圆明处 对发放的时间只支用的方式有不同的意见 导致辅导金迟迟未发放 8月份开始送县政府跟圆明会的这个当中 都没有办法做出明确的一个合备给我们 所以一直到现在 一直延误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受理我们 乡亲的这个回馈金的 这个受理的情形 101年台电辅导就业转业金 蓝宇乡公所提出要专款专用 并在10月初行文至台电 而乡长也表示101年台电辅导就业转业金 确定在10月22日至12月20日受理乡民申请 不过台东县政府原明处表示 并没有这样的共识 因为承租单位必须先向县政府提出计划 再进行拨款 不然直接将辅导金交由蓝宇乡公所使用 那县府是不是就不能插手管理承租单位 原明处还说这当中还会碰到许多法规法条的限制 需要缜密的规划 记者夏曼尼达森台东蓝宇采访报道 高雄市劳工局发表了一部劳工记录短片 其中这位主角是一位泰雅族的妇女 画面中这位活泼的泰雅族妇女 穿着改良的传统服饰 轻松的带动气氛 和游客们互动良好 这是一部由高雄市政府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 举办了一场101年度 特定对象成功就业案例实录 透过落实求职者成功就业的纪录片 小虾米职场逆转胜首映会 希望可以鼓励更多民众 勇敢跨出求职的第一步 这部纪录片是叙述一位泰雅族妇女周春风的故事 她从失婚失业一直到过度劳累生病等种种困境 在劳工局的协助之下考取华语导游 并成功就业 家中老的老小的小 所以在当时金城上面是完全完全崩溃 一直到我有一次看到了电台 有网播说老工局 有跟圆明会 有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机会 我就想说就 就去试试看 周春风表示一路走来他没有被击倒 从月无展宴短期就业工作中逐步找回自信 后来参加观光导游人才训练班 在一百年度考取华语导游证照 顺利到旅行社工作 因此鼓励求职的民众不要放弃任何机会 记者母定高雄市采访报导 桃园县政府则是协助原住民族的企业创业 桃园县政府实施原住民企业陪伴计划 从今年三月开始协助县内20家族人所经营的企业店家 执行的项目包含企业诊断 财务行政指导 品牌指导 商品包装设计指导 店面改善 媒合行销通路等等 执行半年来受到店家的肯定 以致表示原民局可以继续这样的相关计划 提升自己在市场的竞争力 经营原住民的美食 有的是经营泰式料理 有的是西式排餐的部分 其实每个店家他都会有不一样的特色 那我们是针对他的特色再去做辅导 那目前我们知道他们经营的效果也都非常的好 由泰亚族人经营的编制一品企业旗下产品 泰亚背心组合包 在经过专业团队协助后 入选2012台湾百大观光特产品的前100项商品 现在正在激烈的网路投票竞选前三名 已经入选为百大的商品 现在正值在票选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希望我们的商品能够受到人家的青睐 不只是经营意义匹店的族人认为有专业团队训练 为自己的事业加分 就连经营餐厅跟SPA休息馆的业者 都学会在行销这块受益良多 期望政府可以建立专门原住民企业家推销广告的平台 他的对象 他的这个所面对的对象都不一定是原住民 所以他需要学习的东西真的很多 那所以说有这样的机制跟机会的话 会对原住民的创业者会有比较正面的意义 非常的感谢 那因为他给我的一个资助就是让我的网站更新 然后借由网路这个平台去跟大家见面 借由原民局的地方帮我们做广告的平台 让我们曝光 对让我们有一个曝光的机会 然后把这些好的技术 还有我们所使用的一个天然的素材带给大家 族人在桃园县境内所经营的企业 从餐饮服饰美容补教 三十一通讯产品 还有汽车维修维护等等非常多样化 经过政府协同企业管理专家顾问 来帮助族人经营的事业 提升企业形象与服务品质 因此原住民企业家近年来均不负众望 努力进步当中 期待吸引更多消费者的青睐 记者口浪八号 桃园中立采访报导 尽管已经有许多平普族人信仰民间信仰了 但是平普希拉雅人依然会追寻祖先的脚步 举行传统的祭典 业绩 希拉雅的信仰中心就是阿利姆 被供奉在公谢之中 昨天晚间一直到今天台南东山乡的 希拉雅部落的希拉雅族人就进入了神圣的公谢当中 举行希拉雅族的业绩 吉北耍部落的小朋友们在舞台上跳着狩猎舞蹈 18日晚间7点在台南东山乡 盛大举办了吉北耍希拉雅业绩活动 而在业绩仪式开始前 请来了原住民各族群的乐舞表演 希望能在乐舞上做交流 可以看到有扎哈姆舞集所带来的 贝南族传统舞蹈演出 还有济南大学原青社穿着各族群的传统服装 一边跳舞一边歌唱 而这一次也特别邀请了走过巴巴风灾 重新找回生命力的小林村希拉雅族居民 今年3月份所组成的小林大满舞团 藉由歌舞的演出来感谢吉北耍部落 当时一路陪伴重建的心 这边的段老师谢谢很帮忙 所以我们之前就已经有认识段老师了 然后他知道我们有成立大满舞团 想要感谢社会大众 所以他就要请我们来这边 跟大家一起分享 分享我们的祝福和我们的感恩 感谢 请各族来这边表演 他最主要目的不是要来表演 而是来交流 因为我们有很丰富的希拉雅一个文化 那可能其他族群 他们没有跟我们接触的话 不了解说希拉雅其实有自己很传统文化 跟所有台湾所有的原住民 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一家人 业绩仪式开始 希拉雅居民到大工县内 拿着槟榔与烹杂米酒 感谢祖离一年来的庇佑 并祈求新的一年平安 接着还要举行拜祝还愿仪式 台南市长赖清德 今年同样也来到现场参与 可见对吉北耍希拉雅业绩的重视 我们参加这个亚座不只是文化 要保存文化 我们参加这个亚座 发展这个亚座背后最大的意义 就是说 我们去发现到自己的历史 希拉雅族每年举办传统业绩 及孝海记 希望借由文化记忆 让年轻的希拉雅族青年 更认识自己的文化 不仅要传承 也要保存下去 接着怎么说 拿鲁台南东山采访报道 观众朋友您刚看见 Kabasak部落 其实拥有完整的业绩的仪式 希拉雅人也不断的要求 政府要承认 希拉雅就是台湾的原住民族 不过到现在还没有成功 其实您现在看到的画面 牵手跳舞或是带着花环 或是有女性领唱的 母系社会的特质 跟现在被政府官方认定的 很多原住民族 其实是很类似的 台南市府今年就提报文化部 希望加Kabasak的业绩 列为国家重要的民俗 要求政府要面对希拉雅 也是台湾原住民族的事实 那么在昨天晚间 文化部的官员跟审查委员 就到了业绩的现场 在集飞耍大公谢广场前 将珠汁整齐排列 再进行点珠微酒 请神锅火盖布 五次敬酒点收鸡品壳翻珠的仪式 非常繁复 另外牵取仪式 主要以部落父母为主 要反复吟唱鼓曲 语调低沉带有些哀气 而部落的南基斯 则要向阿里姆请示 直到阿里姆欢喜 牵取才能结束 业绩也进入了尾声 一连串庄严的业绩仪式 已经成为台南地区 重要的原住民祭典活动 而为了让希拉雅业绩的文化 能够保存并发扬 台南师傅今年提报文化部 希望将集飞耍业绩列为国家重要民俗 文化部官员与审查委员 特地前往业绩现场 除了我来之外的话 有文化资产局的一些专家委员 他们来了解整个 加巴斯瓦评谱业绩的过程 跟他们的文化内涵 那去评估是不是可以把它提升成为 一个国家级的文化资产 几倍少部落保有着相当完整的业绩仪式 希拉雅居民也不断地为文化附赠 与政民打拼 希望能够取得政府相关单位认同 如果能被国家认定为重要民俗 对极变耍希拉雅居民来说 是最大的鼓励与肯定 我们台湾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家 那希拉雅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一个族群 那相信大家来看到我们 加巴斯瓦部落的这样的一个祭典文化的话 你绝对不敢去否认 我们是台湾的原住民族 因为我们毕竟平补族 然后其他听阿公说 其他地方的族也像平补族的 一些文化已经被汉化掉 然后我们还可以保有这种传统的文化 对我们来说是我的信用蛮有容易的 这次审查委员将把业绩所拍摄的照片 等相关资料带回整合 几倍耍希拉雅业绩是否能够列为国家重要民俗 还是个未知数 接着我们要拿入台南东山采访报道 莫拉克灾后迈入第四年 屏东来一厢单龄桥终于盖好了 但是现在连结桥两边的道路 政府却没有钱可以修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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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欢迎回到原始晚间新闻 今年611水灾 您或许还记忆有幸 因为高雄市桃源区复兴里 有9户的民宅被冲毁了 受灾户认为 这是因为莫拉克重建工程的提防缺口酿灾的 所以就要求高雄市政府必须要负起责任 不过市府委托土木计时工会进行的鉴定结果出炉了 指出土石流跟河道烟色才是酿灾的主因 但是听到这个结果受灾户愤怒的表示无法接受 认为鉴定报告不真实 是政府推卸责任 今天正式找来律师就是要国家负责 向市府跟水土保持局请求郭培 611水灾被吸水冲毁家园的复兴里民 在组合屋门口集合开会 因为高雄市政府承诺会调查冲毁他们房屋的原因 但新出炉的鉴定报告却指出 土石流和河道烟色才是导致他们无家可归的主因 而不是原本认为提防缺口造成吸水一流 让他们无法接受 这样也是完全推卸责任 就是说清书这个书去没有做好 然后设计有一些不当 硕载户指出当天吸水从原本的河道往部落一流 鉴定报告却强调当时吸水已经超过市府失做的堤防顶端 即使没有因为施工错误 把原本做好的堤防打掉留下缺口 还是无法避免房屋被窗毁 而且没有提到堤防本身其实没有失做到 一开始协议的长度和高度 河道也没有输菌 这些都是造成水灾的原因 工程它的高度要高于部落三公尺 然后输菌的部分淤沙要清运以后 它是这个要清淤沙 这个报告的照应就是说 因为最主要是好以两态度造成 这个拉伏苏西善为图示 那冲下来有一个回忆一击 对受在户的不满 市府表示尊重 居民也找来法律辅助基金会和律师协助 要正式提出国陪 在这个安全维护上面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目前也正在收集相关的资料 那目前研读上面看起来的确是有这个国陪的可能性 翻阅过禁令报告 律师认为国陪有可能构成 傅星李明说 611绝不是天灾 而是政府从88风灾至今缺乏作为所酿成的人祸 不管赔偿金多少 他们都要讨一个公道 莫拉克灾后迈入第四年了 平冬县来一乡的丹林桥终于盖好了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因为连接桥两边的道路 地方政府却没有钱可以修补 这就是原乡的基础建设的现况 地方透过立委求助中央 希望中央拨补经费 想想办法 为找出平冬县来一乡古楼村 分到丹林村之间的丹林桥建设经费 立委简冬明19日在立法院召开 跨部会的协调会 由于原本就有的丹林桥受到莫拉克风灾的损害 交通部公路总局98年就核定1.2亿的经费 给屏东县政府将桥重建 不过桥建好了 却没有两侧衔接的道路 屏东县政府表示 另辟衔接道路的经费还需要2000多万 不过公路总局提供的经费 就只能给1.2亿不能最佳办理 剩下的2000多万 屏东县政府希望行政与人民会能够协助 竟然是已经新建造 已经将要八成的一个进度 如果说到目前为止 如果这个引导 如果不早点做一个解决的话 我想真的是一大笑话 由于新的丹林桥建造 与当初设计的位置和长框并不同 所以屏东县政府必须再自筹2000多万 博元明会表示 桥梁衔接的道路职责是有营建署负责 担心在经费补助会造成 行政与主计处的公务预算 会有重复补助的疑虑 这个老旧桥梁计划的管考作为 跟他计划 正在经费拨下去以后 一般计划都会写说 那个要在经费额度内指引 不足部分怎么处理 其实在计划都会写得很清楚 相关公文 有公文很具体的写过 应由屏东县政府 自行筹策财员来办理 这部分到时候审计当然看到 就会有重复补助的问题 档林大桥预定 102年的五月完工 不过屏东县政府 在与跨各部会的協调会之后 并没有取得经费补助的共识 立委简东明表示 还会择期協调 接着 刚断交 最近有两位第一民族的保留区前领导人 出访伊朗 希望争取伊朗政府支持加拿大第一民族保留区 可以加入石油输出国组织 在出访之前 加拿大外交部就提出警告 不过两位第一民族的领导人 依然不畏所动 抵达伊朗之后 更公开接受媒体访问 而且回过头来指控加拿大政府 践踏原住民族的权利 说现在的加拿大原住民保留区 根本就像集中营 这样的情容引起国际媒体的报道 消息传回国内 也引起当地媒体的热烈讨论 不过非原住民族媒体 还有原住民族媒体 呈现出来的观点跟角度并不相同 画面中右手边穿着格子衬衫的 是加拿大Rose River的第一民族前任领导 Terry Nelson 而左手边的则是Ducard的Tippe的 第一民族前任领导 他们之所以成为加拿大的话题人物 是因为他们最近一趟出访伊朗的行程 加拿大才刚刚在今年9月和伊朗断交 但由于伊朗表示 愿意支持加拿大的第一民族 争取加入石油输出国组织 所以这两位领导人在出访伊朗之前 首先引起加拿大政府的高度关注 加拿大外交部甚至提出警告 外交官的声明措辞强硬 但两位前第一民族领导人并没有受到影响 他们在抵达伊朗后 更是高调地接受当地国营电视台 Press TV的采访 并且火力全开地提报加拿大政府 迫害原住民族的恶劣人权记录 首先开跑的是尼尔森 Pash呼应尼尔森 并且指出加拿大政府压迫第一民族的动机 使牵涉到经济利益 西方国家强连批评伊朗的人权记录 但这一次却有第一民族代表 向伊朗媒体指控加拿大政府建大人权 消息全回国内 立刻引起热烈讨论 不少非原住民族媒体 与外交部考进一致 指这堂出访 让第一民族族人 沦为伊朗政府的宣传工具 不过 接受加拿大原住民族电视台 来APTN访问的来宾 却有不同的解读 对越南外前第一民族领导人 出访伊朗批评加拿大保留趋纣上集中营 尽管以哪两级评价 甚至有现任的第一民族领导 公开表示对Nelson和Posh的不满 但是能够窥起国际社会 对加拿大原住民族生存处境的关注 也有第一民族族人表示满意 记者抽得正编译 一样是来自加拿大的消息 这是有一位在三百多年前去世的 美洲原住民籍的女性Kateli 她即将在这个月的21号 被天主教廷梵蒂冈封为圣人 她会成为史上第一位 被天主教会封为圣人的 北美洲的原住民族人 Kateli在1656年 出生在现在的美国纽约 在四岁的时候 她跟所有的家人都换上了天花 后来只有她一个人幸存 但是也因此她成为孤儿 所以在24岁那一年 林喜成为天主教徒 从此热心喘鞘 一直到1680年才去世 但是享年只有24岁 天主教会表示 Kateli一生贞结正直 不过另外一方面 也有原住民族人表示无法接受 认为天主教会是当年 白人入侵之后 带来的殖民信仰 殖民政府杀了很多原住民族人 所以无法接受 跟着白人而信仰天主教的人 认为这是背弃了 自己的原住民族人的人 曾经有过的宗教信仰的中途 在很多原住民族观众朋友 你的心中 或许您也曾经发生过 这是圣方济天主教堂 外于魁北科省卡拉维科的 Mohawk族保留区内 神父点起乳香 并且按照Mohawk族的传统信仰 手中拿着一根老英羽毛表示敬意 玻璃画像中是Mohawk族人Kateli 而今天这场弥撒 真是为了这位在1680年 叙事的圣人而举行的 Kateli生命的最后阶段 就是在这个保留区中度过 而这座教堂本身 正是他的目的 他去世的时候不过是24岁 这块白色石座里面 保存着他的遗骸 这些蜡烛台全都印有他的画像 他在20岁时归依天主教 因此也遭遇了不少Mohawk族人的反对 Kateli被封为圣人 尽管有教友耿斗高兴 但是对不少美洲原住民族人来说 却是在一起勾起殖民记忆的伤痛 认为基督宗教是属于殖民者的信仰 有Mohawk族人甚至拒绝承认 他是自己的族人 也有人语带激动地表示不屑 但是天主教会的看法不同 认为Kateli是由于他的 所以才成为第一位被封为圣人的美洲大陆原住民族人 在他去世后 有不少天主教徒向梵蒂甘成交多篇和Kateli有关的神迹报告 其中包括一位生命垂围的蓝童 因为家人向Kateli祈祷而令蓝童堪复 不过梵蒂甘并未确认这些神迹 Kateli在四岁时曾经患上天花 导致他视力受损 并且在脸上留下疤痕 有传言指出 他脸上的疤痕在他去世后就消失了 留下的是一张美丽的遗用 所以田主教会称他为Mukat族的百合花 记者求得正编译 好 继续带您关心中华职报 昨天晚间进行总冠军的第五场比赛 已经取得三胜一副的听牌优势的 Lamigo桃园队中场是以3比2打败统一师 Lamigo桃园队拿下终植23年总冠军 大师兄林志胜 也就是Nayao Ake 兴奋地跟队友互相拥抱拼香槟 而桃园队也将代表台湾 参加下个月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亚洲职棒大赛 一位花莲玉里镇高辽部落的阿美族年轻人创作石板画 希望可以为部落开发更多的商机 用一颗一颗的石头以及沙利拼出一幅美丽的画 这是花莲县政府以及花莲机场结合首创将原住民工艺产品 并结合一文展览 19号起花莲机场将有常态性的原住民工艺品及展览展售 韩公站是一个平台让马耀的作品跟国际的观看客能够接触 那我想这次不是最后一个而是第一个开始 花莲县政府为了提高原住民工艺产业 积极将原住民文化艺术转型为创业产业 首次推出原住民石画布展 这些作品都是出自于住在花莲玉璃高辽部落 阿美族的陈明志 他以纯手工制作并结合原住民原石创作与现代工艺观点构图 利用石与沙等天然素材镶嵌而成 希望透过原住民工艺的展示呈现花莲原住民族的文化特色 但一路走来并不轻松 做这种艺术的东西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的问题 对 然后中间也是卡在这些经济问题 我也有家庭 然后中间也是好几次都会想说放弃另外找工作 最后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还是坚持下去 就一直做做 做到现在 这次的展出以部落传说意识 人文意涵及大自然风情为主题 作者发挥创意巧思 广泛运用部落元素及食材 不仅突破传统科救 为石画艺术注入新的生命 也让原住民石画更年轻化 还蛮有特色 他可以用石头然后拼出来 而且是阿美族的姑娘 我觉得很棒还蛮创新的 就是石头结合沙画 除石画布展之外 航站也邀请县内原住民工艺师进驻 希望透过航站的销售平台 将商品推向国际的舞台 接着改造花莲市采访报导 南投仁爱乡为了纪念九九重阳节 在今天表扬节离六十年以上 钻石婚的老夫老妻 10月23日就是农历的九九重阳节 每年这个时刻各界都会举办一些活动 与老人家们共同庆祝 今年南投仁爱乡也不例外 特别在埔里的蚕扶大楼 安排了许多表演节目 与乡内的老人共同欢庆 节目中还安排老人家们一起学跳 最近流行的骑马舞 活泼逗趣的动作 让老人家们乐开怀 事实上我们原住民 没有文字的状况之下 能够缘系很多的 所谓社会规范 家庭的一个秩序 完全都是靠老人来教导我们的 所以我们现在 对敬老的活动 我们还是要每年来好好的举办 乡公所也特别表扬 乡内三对结婚60年以上的 恩爱老夫老妻 受表扬的老夫老妻 不仅把家庭孩子都顾得很好 感情也始终如一 从来从来没有机会吵架 他也是很爱我 我也是很爱他 所以我们工作好像是一样 互相 原来老人家说的夫妻相处之道 其实很简单 除了要对对方忠诚外 学会互相包容与忍让 才是最重要的课题 另外在这次活动中 仍有许多行动不便 不客下山参加的老人家 乡公所也会结合乡内 志工到各部落 慰问及发放纪念品 让一年一度的重阳节 乡内的每一位老人 都能感受到最大的关怀与重视 记者No 南投仁爱 采访报道 台湾已经迈入了高龄化的社会 不过国民健康局调查发现 台湾的老人家活得长久 却不见得很健康 有将近五成的老人 罹患三种以上的慢性病 而且有六成的银法族 整天窝在家里当宅公宅婆 所以国健局就建议银法族 除了三餐均衡饮食 还要保持运动的习惯 多跟外界接触 身心才能活得长寿又健康 85岁的郭爷爷 最喜欢骑脚踏车到处走走逛逛 去年他才完成单车环岛的壮举 还曾经获得冲浪比赛壮年组的冠军 他说每天运动让他身体很健康 几乎很少生病 国民健康局调查发现 台湾已经迈入高龄化社会 但有六成65岁以上老人 整天窝在家里当宅公宅婆 不愿主动参与社区活动或当义工 此外调查还发现 有两成一的银法族女性失能 日常生活无法自理 男性则有一成二 整体来看 有近五成老人 罹患三种以上的慢性病 女人活得比较久 但并没有活得比较好 那么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女性的运动比率太低了 那么不运动 身体残弱 容易跌倒 以及我们自我照顾的能力会变差 国建局建议银法族 除了三餐均衡饮食 平时也要保持运动 因为保持乐观态度 经常运动都和外界接触 才是活得长寿又健康的不二法门 记者赖史密赖正元 他会报道 糖尿病是国人很常见的慢性病 根据卫生署统计 全台糖尿病的患者 现在已经高达150万人了 医师就表示糖尿病的症状 经常是慢慢发生 而且不易察觉 有的时候病人只觉得不明原因的疲倦 或是不适感 所以要提醒民众 除了平时饮食 要注意少油 少糖 少盐 以外 也要适当的运动 才能避免糖尿病的发生 天气越来越凉 又到了上海气象的时间 今天的激将主播是阿布什 请说 是的 古辣水族人观众朋友 Misa 吴林 我们知道呢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清晨 在台南的吉倍耍 希拉雅族就举办了业绩 那首先呢 这天气呢 都是相当的不错 没有下雨 不过在户外活动的族人朋友 不晓得有没有被凉到了 因为清晨的温度在台南 只有19到20度 那当然明天要迎接呢 周末假期 要到各地去旅游 这天气就相当重要了 我们赶快呢 就透过东亚的卫星云图 就来告诉大家 持续呢 在一个高压的笼罩之下呢 加上了这东北季风减弱了 也就表示呢 未来这两天的温度呢 都会比过去这两天 还要再回升一些些 加上呢 这云量都减少了 所以各地可以说呢 都不会下雨 会是一个周末假期 会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 还是要特别注意 像今天台北的淡水 不到17度 就连在南头的日月潭 清晨的低温呢 只有15.9度 但是到了白天呢 这阳光一出来露脸之后 温度就上升了10度以上 也就表示呢 这未来两天 受到这辐射冷却的影响 日夜的温差 都会差到10到12度 所以早晚呢 更是要特别注意保暖的工作 那同时呢 也因为天气好的关系呢 特别在山区哦 虽然是不会下雨不够 白天阳光一出来露脸的时候呢 受到这阳光照射 紫外线呢 会是比较强一点 所以提醒观众朋友 虽然这防雨的工作呢 我们是轻松了 但是这防紫外线工作 我们可是要特别的注意了 而就更详细的天气预测 我们一同看到香海气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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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关系海上的天气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高压出海了 东北季风减弱了 近海的风浪呢 也都逐渐的转小 整个东半部呢 包括蓝鱼附近的浪高呢 都不会超过两公尺 但是呢 还是要提醒在沿岸工作的族人朋友呢 还是要特别留意 这个季节呢 涨退潮的情况发生 接下来带你看到近海的渔越气象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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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告诉大家好消息咯 这个周末呢 要到各地去旅游呢 都会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 因为各地的云量呢 都减少了 不会下雨 但是还是要提醒咯 如果要到山区 海拔比较高的 像是到新竹的雪霸国家公园 或是宜兰的太平山 甚至到嘉义的阿里山乡 要赏日出的话 这个清晨跟入夜的温度 大概只有七到八度 所以早晚的时候呢 更是要特别重视呢 这保暖的工作 接着带你看到旅游气象 把握周末好天气了 不过观众朋友 如果要到南投仁爱乡的澳湾大 去赏风红沉沉的美景的话呢 可能因为天气不够冷的情况呢 这美景可能是看不到了 不过到各地旅游 还是要记得日夜温差大 保暖工作要特别的留意了 以上呢就是为你所争议的天气预报 接着我把时间交还给Gulas 好的 非常谢谢阿布斯的分析 感谢阿布斯在周五 为观众朋友带来的这个说明 好 感谢阿布斯 在今天也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有任何的建议 欢迎拨打原式的客服专线 0800 21100 我是阿美族的Gulas 祝您一夜平安 还有周末愉快 再会 阿布斯在周末愿 教育心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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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备环保快 环保又实在 集园起四大连锁便利商店及全国百货量发烟美食街 以不主动提供免洗块 环保署关心您 人生要面临胜利死别 这是逃不过的 可是我们不知道的是什么时候会来到 那个时间点是没有办法 那我们知道的